接著有關於疫情儀表板如何協助疫情小組 以科技的方法來協助政策的擬定 我們要邀請傳染病防疫醫療網台北區副指揮官瞿大臣來為我們介紹 好 剛才其實我們秘書長已經非常驚訝的把我們的這個科技化的這個資訊 所能夠帶給我們好處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那簡單來說呢 一個疫情啊 考量的五個點 人 事 時 地 物 用二維思考去計算它就至少有32種情境 所以搭配了我們的市府儀表板就可以很清楚的來把這些事情做分析 像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疫情早期 原來是這樣散開來的 所以在這個整個時間軸的兩端 我們非常可以發現很多新的以前看不到的訊息 那甚至對整個台北市 這個火是怎麼散出去的 那麼對於特別的區域呢 我們甚至可以集中 Focus在這個地方來看這個區域的分布和發展的過程 那比如說我們在北方的這個區域 我們在後面的看到這個區域有一個band 有一個帶狀分布 所以它這個帶狀是怎麼樣逐漸形成的 那麼它的相關性來源各又是什麼 這個對於我們疫情的早期的研判都非常非常有幫忙 那更加上呢 其實我們對於後續的這個整個疫情發展 更重要的是新的疫情 我們用了一個五天的趨勢圖來給各位看 就是在這個疫情的逐步發展裡面 去撲滅這樣的一個新形成的在各種社區小型的一個可能的這個傳染源 所以這個儀表板的使用讓我們這些所謂的流病學或者醫學的從業人員 或者專家感到非常的興奮 那麼非常的有用的一個這個這個儀表板的功能 以上 接著有媒體問到台北有飯店傳出有廚師確診 但是衛生局表示個案太多沒有辦法追蹤 甚至與廚師有接觸的員工也還沒有匡列 飯店也說正常營業 請教台北市政府有無因應的方法 我想各行各業都有可能有確診的案例在裡面 那同樣的就是只要有通報 然後就會健康服務中心就會進行疫調跟匡列 那匡列的部分就是我們這幾天一直在強調的是 不是一個人確診之後全公司都不能工作 所以重點還是在於他接觸的第一圈 親密的接觸者然後接觸的方式 如果同事之間一直都有戴口罩工作上面沒有直接的接觸 有一些部分是不會被匡列 也就是說不是每一個工作場合的所有的人都會被匡列 還是會回到同心園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只要是被匡列的就會被列為居家隔離 會開隔離通知書 那沒有被匡列到的員工應該就是正常沒有問題 所以也不會因為這樣子而讓飯店就必須要停止營業 接著有媒體問到有前立委被爆料在高雄接種疫苗 當事人指稱自己是涉及在台北市 而且是有被造冊登記的鑰匙 請問台北市第一批造冊的名單當中是否有他 如果有違法或是偷打的情況是否可以開罰 這我要說明一下在中央規定的所謂的公費疫苗接種對象 第一類的就是具醫事人員 具有職業登記的醫事人員 或者是醫療院所非醫事人員裡面 包括含集中解醫所的非醫事人員 也就是只要是維持醫療量能的醫事人員 以及在醫療院所工作的人員都是第一類 那這個是在之前大家都不怎麼打的 那一批的時候已經開放到第八類 也就是說那批已經有非常多的第一線的醫事人員都已經打過 那之後後來我們分到的2.2萬劑就是用在一到三類 那包括今天再配的4.6萬劑也是要用在第一類到第三類 那台北市相關的醫事人員都是按照這個規定來辦理 那至於黃昭順前立委他們他是在高雄打的 可能要問高雄的醫療院所那他的身份是用什麼方式 有殯葬業者認為因為自己也會處理到確診者的遺體 認為殯葬業應該也要納入優先接種疫苗的順序 市府會怎麼規劃嗎 這個今天市長已經指示了 因為的確是我們最近有發生一些確診民眾的過世 然後後世的部分都是由殯葬業者來處理 那之前已經他們因為有一些業者他們已經有一些經驗 所以大概都可以妥善處理 但疫苗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話 因為現在也是公費疫苗的施打的狀況 如果我們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議 讓他們納入優先施打的順位 然後再次全都是侮葬的 因為他們出現的體驗 如果有一些記憶 已經可以出現了 但是他們在護學院中也不可能 因為它會有這些東西 但是他們可以選抗 這樣的話 不要緊張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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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